大家好玩 谢谢群众现场 我们先带你来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军方 这两天在进行第六次的 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好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俄罗斯他们出动了 图95战略轰炸机 还有苏凯35轰炸机 大陆方面则是出动了 轰6轰炸机来参与这一次的演习 中国国防部权威发布 中俄两军为太平洋西部空域 完成第六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第二阶段任务 中国国防部还在6号表示 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 双方当天在日本海东海相关空域 组织实施第六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中俄两军今年进行的 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分为两阶段来实施 不过这也引发了周遭国家的警戒 南韩和日本的战机就紧急起飞因应 日方表示中俄战机的联合飞行 对于日本的国安 已经带来非常严重的担忧 并且透过外交管道 持续向中俄两国来传达日方的关切 好我们持续来看到的就是 中俄两军在6号到7号这两天 完成了第六次的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这也是自从2019年之后 双方就开始进行的这一项的合作 那今年也是第六次 而且呢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首度延伸到第二天 而这个范围就在日本海还有东海这边来举行 同时间其实海上也有所动作了 这是解放军的海军万顿驱逐舰安山号 和导弹护卫舰01号 先后穿航到对马海峡这边进入日本海 就是为了要测印这一回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实施海空联动 中俄联合战略巡航 当然现在也让周遭的国家都相当的警戒 好我们刚看到的是日方有一些反应了 这是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松野薄一 他就表示这一次的中俄两国的战略轰炸机 屡次在周遭来进行飞行 也标志着他们周遭的活动范围 是有明显扩大的意图要采取专横行径 好中俄的军机更是一度进入到的是 南韩防空识别区当然也让南韩政府有所警惕了 南韩政府随即就向中俄两国来提出严正的抗议 更是要求说停止这一类的事情再度发生 而南韩军方也有动作 南韩派遣了空军战斗机升空 采取战术措施 意图就是要预防类似的意外 有可能会再发生 好对于这一回的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他怎么分析呢 他说这个俄罗斯因为俄战争的关系 当然受到很多国家的制裁跟孤立 所以他们非常需要的是中国大陆的力挺 那中国大陆是借由这一回的联合巡航 来表态支持 而在大陆官媒环球时报的进一步分析说 军事行动这一回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进行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东海还有日本海两个方向进行 当然也增加了这一回军事演习的一个大难度 不同方向当然进一步的就是要来进行兵力的整合 也是有更高的要求 这一提现出中俄两军的合作是不断的深化 大陆军事专家宋忠平 他则是分析中俄双方可以根据具体的任务 来实现联合巡航战略性更强 而战略巡航的空间也有所拓展 好不过中俄联合巡航当然是引发的周遭国家的不满 包括了南韩有抗议日本有关系 当入外交部今天下午记者会也针对媒体提问 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回应的 关于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中方的有关部门已经发布了消息稿 大家可以查阅 这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另外来看到这是国际焦点 这是美国又有新的武器了吗 这是美国有一位前情报官员公开出面当吹哨者 声称美国政府现在拥有完整或是局部完整的外星载具 并且利用这些飞行器来做逆向的新武器 不过对此美国国防部是以书面声明来否认 但是当然这个话题现在已经引发了网络上头的热议了 一位前美国国防部情报人员接受访问公开吹哨 惊人的爆料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掌握到外星人的飞行器 他表示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一直在回收不明的飞行器 有完整的也有部分残骸 有些是成功降落 其他则是坠毁 不少高阶或前情报官员都向他揭露这项事实 并且提供署面证据 而美国政府一直利用这些不明的飞行物的碎片 来进行逆向工程 研究并制造新的武器 与其他国家进行军备竞赛 他声称许多资料已经报给国会 但是国会方面正设法保密 不向外界公开这个事实 在他的爆料之后 美国国防部发布书面声明否认 表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足以证明已经可以使用 外太空飞行器制作逆向的信心武器 不过已经有一位情报人员 证实了他的说法 由于他在美国的情报部门工作了14年 今年4月才离开政府 在访问播出之后 不少业界人士对他做人格上的担保 因此反而是政府方面的说法 让人存疑 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这几个礼拜 如果您有要到北美区 真的要特别留意当地的空品了 原因就是因为受到了 加拿大森林野火引发的农烟 这两天往南飘向 这个人口密集的美国东岸 尤其是纽约也是首当其冲 在当地时间7号 天空一片灰蒙蒙 而且当局也罕见发布市警 呼吁民众要做好防护措施 更是有民众形容 这罕见的橘色天空 真的很像世界末日的感觉 I want to give New Yorkers another update on what we are facing as a result of the wildfire smoke from Canada we have all seen, smell and the pictures really speaks volumes as you look at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that's engulfed in this smoke at 5pm the air quality index hit 484 a hazardous condition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纽约的现况 天际线看起来灰蒙蒙一片 这空气污染真的非常的严重 好一抬头就看到过去的蓝天白云 现在变成了橘灰色 真的非常罕见 网友就说 简直就像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纽约现在空污有多严重呢 告诉你 其实跟之前大家都觉得 空污很严重的城市 印度的新德里 还有孟加拉 达卡跟印尼的亚加达 已经并列是全世界五大空品糟糕的城市 而这也是纽约市连续第二天 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大城 好其实这一切都是要归咒于加拿大的野火 因为他们今年可能也是因为跟气候异常有关系 所以这个野火延烧的面积异常的大 所以导致北美多个城市的空品恶化 全美现在加起来大概是有7500万人 是受到买害的影响 纽约更成了空品最糟糕的城市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当地的空品指标更是一度高达413 是安全标准的8倍以上 好画面上你看到这个就是纽约 好去纽约玩 一定要在这边打卡著名的时报广场 当地7号的天空也染成一片的橘红色 非常多的行人呢 就拿下他们的手机拍下这个异常的荧幕 还有部分的民众就戴起了口罩 他们都说呢 真的很像是回到新冠很严重的疫情期间 表示现在的状况 甚至比疫情那时候还要严重 因为呢在外头是不敢脱下口罩 觉得非常的呼吸困难 因为埋害真的太严重了 当然这也影响到一系列的活动 纽约市长现在就呼吁了 民众要减少外出 也下令公立学校取消户外活动 外交学 美国的职邦大联盟现在延后了 纽约跟费城的赛事 当局呢更是准备了100万个N95口罩 免费发放给民众来使用 好另外要来看到的是恶物战事 现在恶物战事呢也面临了一场所谓的 生态浩劫吗 前几天乌克兰南部的这一座大水坝 因为被破坏 但现在还找不出凶手是谁 但是后续当然是民众最痛苦的 因为他们现在就要面临的就是这样子 道路淹成一片汪洋 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水灾 水坝所在地地孽薄河的沿岸 有数十座的城镇还有村庄 是遭到水患袭击 洪水涌入周遭的城镇跟农田 对平民构成极大危险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因为一打开门 家门前就出现了小河 洪水现在是不断的涌入当地的城镇 居民只得使用橡皮艇涉水而过 很多民众就被困在家中 没有办法出门 当地救援团队也送上了饮用水 还有物资来救援 但是呢现在到底 为什么这个水坝会被破坏 目前俄乌双方是互相推卸责任 俄罗斯扶植的新卡科夫市的市长 就说这起事件根本就是恐怖攻击 另外乌克兰副外长梅尔尼克 他也说这件事情是车诺比核灾以来 欧洲面临最严重 最惨重的一次灾难 好这座大坝的毁损呢 势必也会对当地的发电厂运作 受到一些威胁 也让乌克兰现在因为 俄乌交战的关系 能源供应已经很严重了 已经吃紧了 恐怕这场水患又导致 能源问题是雪上加霜 当然了这个水坝溃体 也导致部分地区的生态浩劫 而且灌溉系统也被破坏了 包括克里米亚 这边后续也有灌溉系统 可能会遭受到破坏的状况 当然也会影响到的是 后续的一些农作物的种植 好其实呢 大家外界现在关注的就是呢 现在乌南水坝的这个凶手 到底是谁炸的 还不知道 可是现在 北溪二号管线呢 到底是谁破坏的 目前也还在调查当中 但现在根据美国媒体 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最新报道 引述外泄的美国情资密件显示 其实美国早就知道了 而且是美国中情局 在去年六月就已经知道 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打算要破坏北溪管线 但是拜登呢 还装了一副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好这是华游的报道 就说这个北溪管线 被炸毁的三个月前 其实拜登政府就已经 透过盟友得知 乌克兰军方当时 就已经有筹备 要攻击这条管线的计划 拜登政府部分官员就说 原来的攻击行动 是俄罗斯所为 拜登也说这起事件 是一场虚拟的破坏行动 但是华游的这份报道指出 拜登政府官员 现在私下坦诚 其实没有证据证明 俄罗斯跟破坏北溪管线 是有关系的 而拜登政府 在回答整起事件的时候 感觉上还是避重就轻 好不过其实现在对乌克兰 当然现在水患的问题 其实比北溪管线 到底幕后元凶 是不是他们都还来的重要 现在俄方呢 也宣布这个受到水患 比较严重的地区 赫尔松这边 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大水狂言也导致很多小岛 因此就消失 有70个城镇 恐怕都泡在水里 好目前俄乌双方 还是指控大坝被炸 是互相对方所为 而专家现在进一步指出 可能是因为发电厂内部的爆炸 导致的甚至有可能 也是乌军方面的自导自言 画面中两位乌克兰士兵 为了在技战中求生 冒着枪林弹雨 既然拔腿狂奔 敌印阵地 让后方的友军看不下去 疯狂扫射 但是两人投降成功 在赫尔松州 新卡夫卡水坝 遭到炸毁掘体之后 洪水沿着地涅波罗河沿岸 冲向周围80个定点 形成大规模的洪灾 当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卫星以及空拍画面显示 水患前后差距非常大 甚至有村庄几乎消失 估计70个城镇可能都泡汤 一段影片在网上流传 显示一位乌克兰的民众 划着橡皮艇 寻找需要帮助的受困居民 但是船划到一半时 就遭遇俄罗斯的空袭 不过亲恶的傀儡 前赫尔松州长在受访时 却无视于到处都是淹水 坚称感受不到有洪水的存在 不过现任州长表示 灾情还会扩大 目前俄乌相互指控水坝被毁 是对方所为 但是专家表示水坝断成两半 比较可能是因为发电站 发生内部爆炸 因此有可能是乌军的自导自演 以便军舰可以跨越 另外俄军宣称乌克兰的破坏分子 炸毁了哈尔科夫州的一条 亦安输送管线造成平民受伤 分析家表示 水患将持续约10天 加上地面完全要干 需要3到5周的时间 代表任何重大的反攻 已经不太可能 在7月中旬之前开始 记者综合报导 炸毁了哈尔科夫后 コ即将理论 讨厌 所以 血닥